哈喽大家好,我是Ik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干货类的视频吧 就是我最近用到了10样 我觉得就是比较能够拿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 然后有一些心得,一些总结,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产品 一款要跟大家反馈的是这个来自菲洛加他们的泡沫洁面慕斯 玻尿酸泡沫洁面慕斯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到了,快用完了 这个是我之前法国带回来的 我不记得价格了,但是在美国的价格是27美金一瓶 我觉得相对于一瓶就是这种泡沫慕斯来讲 泡沫慕斯,洁面慕斯来讲 它的价格我觉得算是正常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用那个慢单的那种 那种碳酸的洁面慕斯 差不多也要十几块钱,二十块钱 所以它的价格来讲是 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 而且你可以在打折的时候买它 大家可以看它这个泡沫一摇就变成这样了 这个就是基本上是挤出来泡沫的样子 算是非常稀的那种泡沫了 那么这款洁面呢它是氨基酸表活的 就是它是一个对敏感肌肝性肌肤都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洁面泡沫 那么它这个里面比较大的亮点 就是说里面添加了玻尿酸 然后添加了什么保湿因子啊什么的 我是觉得这个洗完脸之后 真的就是觉得脸还蛮保湿的 就是还挺舒服的 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洁面 只是我觉得它的喜感 还有洗完之后的感觉 让人觉得特别的舒适 比大部分的那种泡沫洁面 洗完之后感觉要舒服很多 清洁力度的话 我觉得算是中等偏弱一些 虽然这个瓶子上面写的是可以remove makeup 但是我是觉得还是用它如果来卸妆的话 是比较有风险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是把它放在洗澡间里面 洗澡间 我发现我今天说话好奇怪 今天嘴皮子在打架 我今天我是把它放那个淋浴室里面 然后洗澡的时候顺便用它洗脸 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算是我觉得我用到的一些泡沫洁面里面啊 比较好用的一款 第二个要跟大家反馈的呢 就是来自江源道他们家的温泉水的泡沫洁面 大家可以听到就是它这个名字 就是它这里面呢是添加了一个什么天然的温泉水在里面 就是跟他们家的卸妆水是一种感觉的 然后这个呢我是用来做沉间洁面 但是我不是每天都用它 这两个就虽然都是泡沫洁面 但是这款的这个清洁力要比这款要强一些 那么这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也是氨基酸表活的 然后它里面写的是没有酒精的 而且还添加了天然的herbal essence 那么我对这个洁面的那种感受就是 它洗完也是非常非常温和的 但是它的泡沫呢是有一定厚度的 让你洗起来感觉脸上是有东西存在的 我的皮肤不是前段时间就一直在过敏啊什么的 我就想尝试比较多的这种洁面 慕斯就发现这个还蛮好用的 但是价格呢我记得是要52美金还是50几美金一瓶 我觉得在同等价位里面的洁面油比它有更好用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非要选这款不可 那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更多其他的产品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两个洁面啊 在我这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们算是同类型的洁面里面 一个是性价比之王 那么这个呢就我觉得适合那种精致的女孩用的吧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预算 然后来选择你想要买哪一款 接下来这两个产品呢我得放在一起讲才行 就是Schemetica它们家的LITERA 2.0 或Schemetica它们家的Retinal Complex 0.25 就这个Retinal呢我记得我在空瓶剂里面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 一定要用湿黄唇VA的产品呢 帮助你重整你皮肤的这个状态 然后可以去细纹去痘 保持你皮肤状态的一个健康 简单跟大家这样说一下 就它真的是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细滑 然后变得非常的嫩 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摸到过我皮肤变得那么嫩的感觉 它可以帮助你抚平一切就是脸上的那些痘痘啊 然后或者是闭口 而且可以让你的脸变得很嫩 就是很嫩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以掐出水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自己特别喜欢 但是如果你想用这种A纯类的产品 一定要先去买低浓度的试一下 这个是我的第二瓶 我的第一瓶呢是也是0.25的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浓度了 你要就是慢慢的试它 就隔天试一次啊 或者隔两三天试一次 因为它的这个后遗症真的挺大的 以前如果从来没有用过 试黄唇类产品的人的话 你第二天会发现你的脸在脱皮 然后大爆皮 可能好多天都不好 没有关系 你可以配合那种修护类的面霜 或者修护类的精华 像六胜太爱的精华 或者是皮脂修护面霜之类的 来搭配使用来降低 它对皮肤造成的这个刺激 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敏感的皮肤 或者你的屏障 皮肤屏障受损的话 你就不要再尝试这种酸类的产品 先把皮肤屏障修护好之后 再来就是用这种产品 就是你点一步一步的来 不能一口气吃上胖子 就像我其实这个产品之前买了很早 但是我前段时间不是脸过敏吗 就一直停着没敢用 然后脸好了之后用 它就会觉得 哇 最近的脸又变得不错了 就是很棒 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它 而且Schematica我也说过 它真的是被包装耽误的一个品牌 看起来特别像三无产品 然后就有妹子跟我在下面留言说 他们觉得这个美白品质的精华 会好看一点 好看在哪里 我觉得都差不多 都很像三无产品 这两个产品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 就是湿黄唇 就是Retinal的产品 搭配胭脐胺 就是可以真正的让你就是 变白啊 提亮什么的 你单独使用胭脐胺的效果 跟两个搭配起来的效果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以前是觉得 这种东西感觉 护肤就是玄学你的 你的效果 不一定就是别人嘴巴里说出来那种 但是这两个 哇 这两个产品真的就是 我觉得别人说的我都有 然后我说的别人也都有的那种感觉 就完全不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感觉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特别特别的神奇 就是我 我有晒斑 大家都知道对吧 我有小晒斑 就这边都是有那种雀斑的 我以前用的任何一款美白精华 像SK2的小灯泡 虽然那款也是燕西兰的精华 但是 我觉得那款给我来说 更多的是整体肤色的一个提亮 而且它里面不是有添加那种 贝母成分吗 所以就是反光材料 所以就用完之后整个脸看起来是那种比较透亮的白 然后用KELS那种淡斑精华 就我觉得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均匀我的肤色 但是这两个搭在一起 我跟你们讲 我是真真切切的能够看到 肉眼可见的看到 我的斑再退下去 就是肉眼可见的看到那个斑 是在真正的淡化的 就你可能用的前两天没有发现 但你用一个礼拜 用两个礼拜 用一个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这片的脸 就它已经不是整体脸肤色均匀的问题 它就是帮你把斑已经往下压了 我就会觉得 哇 怎么这么神奇 试试这两个朋友们 我绝对不会坑你们的 倾心推荐 把心掏出来给你们 告诉你们这两个产品搭在一起 是真的真的可以 让你的斑淡化 然后让你的肤色整体体量 变亮变均匀的神器 而且你在用这个同时 你会觉得那皮肤变得非常的光滑 像剥了咳着鸡蛋一样 就是特别水灵 特别水嫩的那种感觉 用一句比较简单 比较直白的话来说 就是让27岁的我忽然间感觉到了 我17岁时候的皮肤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很推荐 很推荐 很推荐 很推荐给你们 第三个要跟大家反馈的产品呢 是这一支 POLA的黑霸眼霜 这支眼霜是我才用了 大概三天四天 我当时买这个眼霜的时候 我也是被他那些 小红书上的文案 什么种草 就说这个呢 是什么世界上首款 可以作用于眼部肌肉的 还是什么眼部轮廓的一款 就是眼霜 就含有黑科技啊什么的 其实我之前 一直都不怎么吃这些东西 但是就是因为 真的感觉年纪的 年纪的增长 会给眼睛的周围呢 会给眼部肌部周围 真的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这种细纹啊 或者是肝纹 或者是眼眶凹陷之类的这种问题 我想说 嗯算了 反正你也要买眼霜 那你就试一试呗 不好用又能怎么样呢 反正 这也不是他们家第一个 我觉得不好用的产品了 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个眼霜 结果没想到买回来 就是这个效果 让我还是挺满意的 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它打开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挤出来就是那种狠 也不能说特别厚 但是真的是有一定厚度的眼霜 而且我觉得这个眼霜 你如果在涂完保湿精华啊 什么的想要涂它的话 一定要先在手指上 稍微乳化一下 然后再用点拍的方式 涂到你的这个眼 眼睛周围 因为它的这个厚度 说白了 如果你不稍微乳化一下 让它变得比较薄透 比较轻盈的话 你直接放在眼睛上 这样去推啊 去拉扯眼部肌肤 是很难把它推开的 而且感觉会擦不匀 你知道你经常熬夜 或者是你的眼睛周围有干纹的时候 它的那个眼周的皮肤 是就是看起来有点干巴巴 有点皱皱的 不充盈不饱满 但是我涂了这个眼霜之后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 眼睛周围的肌肤是很平整 我的确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这个滋润的感觉 而且我其实还会用这个偷偷涂一下法令纹这里 因为感觉好像其实眼角的皱纹跟法令纹都是可以配套一起涂的 而且在LA现在这种春夏季晚上用你也不会觉得它特别的润 然后也不会长那个脂肪粒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我觉得它的价格稍微有点贵 而且这一支眼霜里面它还主打了一个什么抗糖化的成分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要循序渐进才能看到的过程 所以这个呢暂时在我这里是好评的 如果之后有更多的心得啊什么的 我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眼部产品还挺多的 那么第二个眼部产品是来自 Revive他们家这个叫什么 眼膜 对叫什么 我忘记叫什么眼膜了 就是只有这一个银色这个Revive这个品牌是一个美国的非常非常强大 有实验室医学背景的一个做护肤的品牌 而他们家有很多专利 而且还得过了而且还得过诺贝尔奖 我自己呢也是他们家脑残粉 就我很喜欢他们家产品 他们家产品基本上用过的我没有踩过雷 而且都是那种效果立竿见影的产品 这款眼膜呢我记得它的价格在美国是200美金一瓶 然后经常会有打七五折的活动 或者打八折的活动 就差不多是160左右 对于一款眼膜来说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但是它里面因为是这种霜状的乳霜质地的 所以它还是挺耐用的 它的使用方法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你每周可以不擦眼霜 晚上不擦眼霜 用这个来替换眼霜的存在 然后稍微多涂一点 然后你就是这样去睡觉 第二天早一次来你就会发现 哇 你眼睛的肌肤会变得特别的饱满 然后很平滑 而且你整个感觉眼睛就是变得会紧致一些 感觉整个就是眼部的肌肤没有熬夜过之后的那种疲惫感 是那种很明亮很活泼的眼睛的感觉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眼膜里面也是添加他们家专利的那些抗老因子啊 成分什么 就算是一个浓缩了很多很多好东西 好多精华的产品在这一个小罐子里面 大部分人会觉得眼膜都是那种很厚重 然后很cream 然后很油润的一个质地 它不是 它是非常非常轻薄的 然后像gel质地一样的那种感觉 然后涂在眼睛的周围就会让你觉得眼睛是那种很保湿 很会呼吸的感觉 就是它的整体的使用感 包括它的效果都特别好 但是我特别想吐槽一点 就是 它虽然使用感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它眼睛周围是挺容易搓泥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 但也不算是一个什么大的过错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一个程度 做一个眼部的产品 我觉得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门的产品 这个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来自杜克他们家的眼部防晒 这个防晒真的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回来 因为我当时想的就是 你看大部分的防晒啊 都是要求你就是要避开眼睛的这个地方 因为可能含有酒精啊 或者这些成分会熏眼睛 或者对眼部的肌肤造成刺激 就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单独为眼睛出防晒的产品 它呢是一个肤色的防晒 就是它是一个那种涂在皮肤上跟皮肤颜色一样的那种防晒 而且它涂完之后整个的这个眼皮是成一个哑光雾面的一个状态 而且感觉上面是很顺滑很干爽的 就如果你要涂粉底啊 你要打眼影或化眼妆什么的 我觉得它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帮你的眼皮控油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它的SPF只有50 完全不输其他的在脸部上的防晒 而且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肌肤本身就非常非常的焦弱 如果你的防晒不涂到眼睛周围 光靠硬防晒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定风险 大家都知道紫爱线是造成皱纹的一大元凶之一 所以如果你不想的眼睛周围过早的出现一些皱纹啊 细纹啊什么的 就一定要做好眼部的防晒 这个小小瓶的发油已经马上要被我用完了 这就是Aulaplex他们家的这个No.7 其实我刚开始用它的时候真的没有get到它的点 我就觉得这么小一瓶 然后你卖那么贵 然后效果也就很一般 但是我用了超过半瓶之后 有一天我忽然间就get到它的用法了 我当时就是觉得它对于我这种粗硬发质 然后加上受损发质真的特别不友好 我觉得就是涂在头发上感觉没有什么存在感 就是摩托哥的那款发油 你涂在头发上它是很有存在感的 然后你吹干之后你头发就是 就是觉得那一坨都是比较油润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一款就是我觉得它特别神奇 它虽然很轻薄很轻透 涂在头发上之后它是没有存在感的 而且重点就是 重点就是你涂完之后 你会觉得你每一根发丝 就吹干之后你会觉得你每一根发丝都是在发光的 而且感觉就是很顺滑 又不会特别的沉重 特别的闷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哇好神奇 就是用了超过半瓶才真正盖得到它的使用方法 而且我觉得它这瓶就是无论是对那种受损发质 还是对细软发质 还是对粗硬发质 都是非常受用的 希望他们家能够有大的包装 这样可以让我们头发比较多的人比较安心一些 第二个头发的产品就是 帮助你的头发可以生长 就是预发生发的一个效果 而且可以促进你这个毛囊的胶原蛋白重生 还可以防止脱发 就我觉得它的整体的标榜都特别好 而且它里面还含有甘草酸啊什么这种 就是药用的一些喜剂的成分 但是呢它的这个味道就是那种淡淡的玫瑰香气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点做的还是比较不错 这个呢是要早晚洗完澡 或者洗完头发各用一次 我呢是为什么要开始用这个 虽然我的头发很多很多 但是我发现我好像就是 就是这个脚 我以前就有小时候啊 从小就只不过感觉好像最近 好像是有一点点头发在变少的迹象 所以说不行呢 我要赶紧试一下这个 这个质地非常非常的轻薄 然后它就是那种完全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水在你的头上 但它也不能说没有存在感 因为它的这个使用感非常的清凉 就特别的凉爽 如果你在早上用它的话 就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整个人一下就醒了 但是它就是按一按之后被吸收了呢 就会觉得好像又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也不会让你的头皮啊变得比较油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点 我为什么说它有一点效果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绒毛在这里吗 对 就是我之前感觉好像这里是有一点点秃秃的 但是它最近长了一点点绒毛 我其实才用了也就一两周吧 而且也不是说是每天都在早晚都在用 大概是晚上每天晚上用一次这样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效果了 我现在不敢说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还是真的是这个有效果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一样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暂时先report到这儿 如果我用了半瓶 然后长了很多头发呢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个产品呢是来自Dr. Spig 他们家的这个Vito Cream 这个呢是他们家PR送给我的 我不知道它的价格是多少钱 应该不是特别便宜 首先呢我说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它的质地呢是那种比较丝滑 比较奶油的质地 但是呢你抹在脸上 抹完之后呢 它又有一点呈现那种半哑光 半雾面的感觉 就是控油 有一定的控油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在白天涂它是 让人感觉整个脸啊什么都比较清爽 比较舒服的 但是在晚上涂它 我就会觉得它的滋润保湿度 不是特别的够 这个产品呢它里面呢据说是添加了四泰 然后可以促进脸部胶原蛋白的再生 然后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抗老啊什么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用的产品 嗯一个是保湿滋润度不够吧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效果 对就是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任何的那种抗老啊 或者是就是紧致啊的效果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面霜 而且我在我脸过敏的时候用它呢 它呢没有什么修 也没有什么修护的效果 但是呢也没有让我的皮肤变得更不好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无功无过的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面霜 然后是比较适合油皮或者是混油皮的 说不上来就感觉不是非常推荐 这个给他们跟他们家的玫瑰果油 有什么效果感觉不能比 嗯所以我不是很推荐这个给你们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格外的心得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用了有半瓶了 到现在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面霜 没有任何的特点和效果 所以不是特别推荐这个给大家 好终于说完这食尿茶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记得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哦 然后千万不要忘记follow我的频道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